通常呢我们最终啊说一个词的重要程度怎么决定呢 我们这个TF啊IDF是由我的一个词频 在乘上我的一个逆文档频率 就是由的TF在乘上IDF最终啊 它的一个就是两个的成绩所决定的 咱们来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还是这篇文章吧 在我的这篇文章当中啊 假设说呀我的一个长度是1000个词啊 就是总共文章大小是由1000词组成的 然后呢中国啊蜜蜂还有养殖各出现了20次 那他们的词频啊是不是20比上1000 就等于这样0202啊 等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TF值 然后呢我要算什么啊 我要算这个IDF吧 这个IDF怎么算啊 咱们是不是得拿整个的语料来去看看 这个文档出现的个数啊 比如说啊我们谷歌了一下发现啊 包含这个啊包含其他东西啊 就是一共的网页啊 就是250亿张啊 就相当于咱们的一个总的个数了 包含的的基本所有的网页都会包含的吧 所以说暂且我们认为一个语料库的总数就是250亿 然后呢包含中国的有这样62.3亿 这些数啊都是随便举例的 然后包含蜜蜂的只有0.48亿啊 包含养殖的有0.973亿 这些东西怎么算啊 是不是说让我的一个总数 我们来看 用我的一个总数比上咱们当前的一个就是文档数啊 文档数为什么加1啊 因为让我这个底分母啊是不能为0的 然后呢用一个总数再比上我的一个出现次数吧 然后求上一个log值 最终啊我就可以算出来它的一个idf是等于多少的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啊 那篇文章啊 中国蜜蜂养殖的那个结果 这回我们就看了就是他们的一个idf 还有tf idf啊分别多少 这回呢主要啊咱们就来观察一下它的最终结果吧 刚才我是不是说中国啊蜜蜂啊还有养殖 它的磁品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idf不一样吧 我的一个中国哎呀 它的逆文档频率稍低 因为出现中国的比较多 这个养殖啊和蜜蜂的逆文档频率是偏高的 所以说啊会导致我的一个蜜蜂和养殖的最终的tf idf值啊 都是偏高一些的 相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啊这个tf idf啊 帮咱们去在整个的文章当中啊去看一下 哪些词可以当成我的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我可以提出来当成我的一个就是摘要吧 或者说提出来当成我的一个索引 这些啊都是可以的 嗯这里啊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概念 就是咱们有一个tf idf一个呃 词频还有一个逆文档频率啊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咱们再来说这个相似度啊 关于一个文档的一个相似度啊 咱们该怎么样进衡量呢 比如说当前啊你进行了一个搜索 你可能想搜索啊北京的一个天气 可能是关于下雪之类的东西 然后你搜的时候啊底下出现了一堆类似的结果 这些类似的结果都是离当前这个结果比较近的吧 或者说比较相似的 那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样对比这个相似度呢 首先啊咱们就拿这个中文来去看一下 假设说啊我现在嗯有了两句话 有个句子a还有一个句子b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相似度啊 是该怎么样进行计算 一会儿啊咱们再进行一个案例的时候啊 其实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啊去做的 首先啊有个句子a 句子a啊他说了啊 我是喜欢看电视 但是呢我不喜欢看电影 句子b啊他又说了啊 我不喜欢看电视啊也不喜欢看电影 那咱们要想看一下它俩相似度了 这个时候啊好像直接拿这样两个句子 嗯咱们人类啊是能看出来啊 这两个东西相不相似 但是啊你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交给计算机吧 你也让计算机啊知道哎呀 它的一个相似程度是有多大的 但是计算机真的认识这句话吗 它首先啊肯定是不认识这句话的吧 你给它传进去一个字符转啊 它什么都干不了 那怎么办呢 对于一个中文来说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要进行一个分词 为什么要进行分词啊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根据不同的词啊来进行做这样一个向量 所以说啊在进行一个文本分析或者是文本挖掘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分词的任务啊 对于咱们的分词啊 咱们之后要用的一个分词器叫做一个J8分词器啊 是Python当中啊最常用的 反正这个东西啊这个库也很简单就能装上只是如果说大家就是现阶段进行一个学习 或者是进行一个案例啊或者是做一些好玩事情啊是足够了的啊 咱没必要去花钱啊买一些那个商用的一些分词器的 然后这个句子A和句子B啊我们进行了一个分词咱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句子A啊他说了啊分词完之后结果什么什么 我喜欢看电视不喜欢看电影啊这是一个分词的结果 就按照咱们中文说话的一个逻辑啊去把这个东西分成一个一个词 英文就简单了英文咱们按豆号分就完事了 中文啊稍麻烦一些啊还得去额外做这样一个分词的东西 这一步啊是必须做的我们必须第一步时间是分词 翻词之后呢翻词之后啊我要构造我的一个语料库了 我的语料库有什么组成的 嗯通常就是当我们想把一个词啊转换成一个项链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语料库啊并不是一个大的文档的集 而是咱们的一个词集我们来看 现在这是一个词这也是一个词这也是个词这都是个词吧 咱们刚分完的我的语料库当中啊是说啊 所有的不重复的词都有哪些 比如说现在我只是两个句子 那其实呢正常情况下咱们有句子A句子B句子C句子D啊 一直到很多很多的句子 我需要统计一下这些句子当中啊 一共的出现的词都有哪些 然后呢把它们组成了这样一个合集 比如说当前我的语料库啊 我就是两句话统计完之后发现了啊 有这些东西 我喜欢看电视电影不也啊这几个东西 那现在我有了语料库之后 接下来我还可以统计一个词评吧 句子A啊我就算了一下句子A当中是不是 它能出现一些词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些词啊 它出现了多少个吧 比如说第一个词是我啊出现了一次 第二是喜欢出现了两次 看穿两次 这都一次一次一次零次 是跟什么经比较的 跟我语料库当中吧 我们来看假设说啊 我现在构造好了一个语料库 我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构造一个项链 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现在我的一个项链 就是看这个句子A当中 这个我出现了几次 我出现一次 我也上面打个1 喜欢出了两次 我也在写个2 就是下面的一个项链 我们来看 出现一次写个1 出现两次写个2 出现零次啊就写个0 这样呢我现在把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 原始的一个句子啊 是一个字符串 句子A和句子B 都是一个字符串吧 最终啊我给它转换成什么了 转换成两个项链了吧 句子A啊它是122110 句子B呢是122121 这样两个项链 咱们就是能够计算 它的相似度了吧 计算相似度啊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啊 咱们最常用的啊 是叫做一个语显的相似度 用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大家先去记住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流程 先把咱们的一个语料拿过来 拿过来第一步要干什么 跟大家说一下大致的流程吧 第一步啊 咱们先进行一个语调清洗吧 语调清洗过程当中啊 包含了很很非常非常多的事啊 比如说啊 咱们最常见的去掉停用词 筛选掉一些 就是经常重复的一些话 比如说啊 之前我是做过一个聊天机器人 然后也是做过这个语调清洗的 当时啊 在做语调清洗的时候 主要清洗哪些东西啊 有些句子 比如说停用词是必清的 或者说啊 当时我们爬了很多数据 有那个贴吧的还有那个知乎的天涯的 在这些数据当中啊 经常会出现这些词 什么赞哪 顶哪 什么楼主好人啊 留个油箱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啊 出现频率非常高 但是呢 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对话 所以说啊 对于这个文本来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是按照句子选一选 就是正常说话 就是很 就是很不常见的一种情况下 就是说 这个人说这句话 别人也说这句话 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聊天 你聊天的时候啊 这个人比如说你经文他 哎呀 今天你吃啥了 这个人说了 今天我吃了个鸡 这个我这个人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啊 感谢楼主 楼主好人 然后留油香 然后第二个说楼主好人 留油香 那比如说在这贴吧里边 我们认为正常一个话题啊 不应该有这些重复的东西吧 那如果说这些重复了 是不是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删除啊 而且要删除 这些可能是一些公用的东西 我们就都给它删了 所以说啊 就是在我们进行一个数据预处理的时候啊 这部分量其实是蛮大的 咱们之后啊 举的案例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实际啊 就是当我们在真正做一个事的时候 数据预处理啊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还要根据一个你实际的情况啊 很多人都要去做这个事 基本上当时我们一个组啊 一个组人蛮多的 绝大多人啊 都是投身于去做这个数据的预处理 就是大家啊 就是各自想办法 怎么样把这个数据清洗的越干净越好 我们其实啊 并不着急去建模 建模让你用LDA啊 用LSI啊 或者是BS啊 一些建模都是可以的 建模啊 其实并不难 我们掉裤 然后调餐就可以了 但是一旦来说 你建模的前一步 这个数据啊 你做的不好 那你后面东西啊 无论怎么做啊 它都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说第一步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咱们要先进行一个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完之后啊 咱们第二步 经常要做的是一个分词 分词之后呢 咱们可以按照很多种方式 去构造我们的一个向量 因为咱们最终啊 一个机器认识的 就是这个向量 现在给大家举的比较简单啊 就是 我们可以啊 基于这样一个磁频 进行构造向量吧 这个太简单了 但是咱们来看啊 就是句子A和句子B啊 它们之间就是 没有那种 就是前后的关系吧 都是基于词频 词频啊 体现不出来这种 上下文的一些语义的东西 所以说啊 咱们更常见的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 World2Vector 这个东西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勘考一下 我的另一门课程啊 我有一个专门的课程 是讲这个World2Vector的 还有现在 有一个酷 叫做一个G-SIM 一个G-E-N-S-I-M G-SIM这个酷啊 是用的最多的线阶段 它里边啊 就是不光有这个World2Vector 还有那个Paragraph2Vector 就是你不光 可以把一个词转上向量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段落 转上一个向量 之前啊 我都试了 就是用词转上向量 它的一个准确性啊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效果是很惊人的啊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 可以自己试一下 但是你用那个Paragraph2Vector啊 就是比如说 你想把整篇新闻 整体的转上一个向量 这个东西啊 难 当时我也试过 因为当时 我也是在做一个 相似性对比的一个工作 然后在做的时候啊 发现那个Paragraph2Vector啊 这个东西做起来啊 嗯 就是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从现一段角度来说 因为它做出来的向量啊 就是无论怎么样进行尝试 结果都是不好的 中文和英文啊 我都试了 所以说近一段 我们还是基于这样一个词 再转换成一个向量 是做的比较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套路 然后呢 在我们相似度上 我们经常就是用这个 余显相似度吧 这个比较简单 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只要有两个向量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的一个夹角值吧 就可以还能算出来 它的一个余显的一个相似度啊 是等于多少的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这个 关于文本分析啊 它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会儿呢 咱们主要内容啊 还是在 给大家用python 怎么样进行一个实战的演示 感谢观看